这帮做狐狸们呢 那得不着好报 早晚有一天啊 遇上降魔大法师 背后拍压本棺 您好我是昆仑刘石 欢迎您来到书馆啊 咱们一块聊天讲故事 今天啊 咱们得空一期了 咱们先把这个定亲王绵恩啊 这王爷啊 先放一放 本来的这王爷 咱们也就讲到最后一集了 这一集啊 咱们主要是说这绵恩的一些趣事 还有呢 就是这个绵恩呢 如此的招这个皇爷爷 乾隆的喜欢 为什么这皇位没隔半船 落在他脑袋上呢 就像那个建文帝一样 再来呢 就是这绵恩的家宅啊 就是那座王爷府啊 也有很多这个奇闻异事 这些故事讲完了以后啊 绵恩王爷的故事 咱们这口袋嘴就算缝上了 可是我突然发现 这平台上啊 有个创作邀请 叫什么呀 是关于妖怪的 这平时啊都不敢讲 就怕是当成这封建余孽啊 平台给和谐了 要是那样 这不是瞎耽误功夫吗 得嘞 既然他有要求啊 咱们又在行 干脆啊 咱们就先记着他这分 咱们来一期 我给您讲一段 狐狸精的故事 说起来啊 这狐仙爷的故事啊 在咱们的这个书馆的书里边啊 它经常出现 不过呢 没伸开过一二奖 最长的一期呢 就是尊化鼠湖 哎 您要是有兴趣啊 可以往前去翻翻 这辽斋志义 我之所以挑出这么一篇故事来讲 那是因为啊 现在这故事的发生地还在 这尊化鼠是什么意思呢 哎 尊化城 也就是现在啊 这个清东陵的所在地 这个地方啊 明清两代 它的行政管理啊 一直很高 哎 不是县级 是周府一级 所以说人家那衙门啊 叫鼠衙 哎 当然了 现在啊 它也不是县级 现在啊 这尊化叫县级市 可是啊 有一点很难得 这个鼠衙所在地啊 到今天都没变过 哎 直到今天啊 这仍然是衙门 这什么衙门呢 这是尊化市委 并且呢 您看啊 这市委门口啊 这对石狮子 还有这个市委里边的一些石雕刻呀 都是明代的 并且呀 被这办公楼挡住的这颗古松 也是清代的 就正是这个蒲松林先生 写尊化鼠湖 同时代的遗留 我觉得呀 非常有必要 去那石地去考察 采封一下 那去了吗 去了 结果呀 让那里边的一个小官啊 一通臭呲的 认为我呀 是个盲流 要不然啊 就是个上访户 按这老鸭的意思啊 说我是个非法闯入者 你应该聚起来 他我怎么算个非法闯入者呢 这市委的大门敞着 我是经过门口保安同意进来拍摄的 我既没拍他的办公场景 也没拍他的办公场所 后来我才明白过来 这个人呢 肯定就是那个逃跑的老狐狸精变的 哎 有没有道理吧 您品 您细品 这种啊 手里攥着一点权力 不知道怎么使得狐狸多了 苏马拉姑 哎 那个坟上的坟少爷 还有啊 这个果君王 红彦坟上的坟少爷 那就一个狗怂 我跟您说横了去了 这帮子狐狸们呢 那得不着好报 早晚有一天啊 遇上降魔大法师 背后拍压本尊 哎 咱们几句闲言勾开啊 咱们得书归正传了 反正啊 这帮孙子 你别惹我 他没有地说去 你没地说去 哎 这听故事的众民工啊 您就是一听一乐的事 要是这个当事人听见呀 没错 我说的就是你 哎 这个学徒我呀 他就是这么耿直 您看这尊化鼠湖啊 这聊太致意 这些文章里呀 我比较喜欢 故事呢 并不是很精彩 但是它涉及这两个地儿呢 首先是尊化雅鼠 其次还有北京城的故事 都是我熟悉的地儿啊 今儿啊 咱们讲这故事也不例外 咱们所有的涉及到 这个湖仙的地方啊 都是咱们熟悉的地儿 您看这北京城里啊 广我知道的供奉湖仙的地儿啊 就不下那四五处 您像这个我去过的呢 远了的呀 比如说这平谷的星龙观 这座道观啊 山腰上就有一个湖仙殿 往这城里说呀 您比如说这个 后海边上的赤剑火神庙 这儿啊 它也是一座道观 这观里边啊 同样有一座湖仙殿 这里边供的呀 可不是胡三爷爷 胡三奶奶 这儿的胡仙啊 是为胡仙娘娘 哎 是个大美女的形象 得快啊 您可以喽喽去 据说呀 小伙子在这儿 求姻缘呢 是倍儿灵 我得着这消息的时候啊 那会儿已然结婚了 有了家事了 本想趴地去呀 也给这胡仙娘娘磕了 后来想想家中 那撸胳膊挽袖的汉妇啊 生命啊 城可贵 还是算了 北京城里啊 供奉胡仙的地儿啊 肯定还有 只不过呀 我不知道了而已 但是啊 这有两处啊 还是非常神秘的 哪一处呢 哎 这个地方是公王府 您到这个公王府旅游啊 过了这个后排楼 您到这个王爷花园去呀 您别走这西洋门 您走哪啊 走渔关 过了渔关之后啊 就是离心亭 您从这离心亭往上看 捋着这个小道啊 往这个假山上走 您就能看到一座小庙 这个小庙啊 它太小了 叫神神庙 人呢 是走不进去的 不过呀 您低头看 里边啊 可供着仙家坑 虽然呢 以供奉这个黄大仙为主 不过呢 也有胡仙的牌位 这为什么在这王府里 会有老仙庙呢 哎 这还真有个原因 在这个晚清的时候啊 伺候宫廷 那个萨满礼的 很多萨满太太呀 都住在公王府 这宫里一旦有差事呢 再往宫里送 现在呀 这公王府的后排楼里边啊 还有一间房子 是单门介绍 展览这个萨满文化用品的 前两年去的时候啊 还开放 可是今年呢 过完年以后再去呀 不知道什么原因呢 好像是锁上了 要说起这北京城啊 哎不不不 那乃至是全国最为神秘的一个狐仙词啊 我认为呀 是故宫 哎 玉花园里的这座狐仙词 他叫什么名字呀 叫四神词 这家里有老人的呀 应该很多都知道 哎 就像我爹吧 他就知道 这故宫啊 这玉花园里边有一个小屋 楼锁着 哎 这个地儿啊 就是四神词 据他说呢 当年啊 他年轻的时候 哎 就是六七十年代啊 这小屋啊 没有这块牌表 也就是说 这四神词这几个字啊 是后来补挂上去的 我想啊 这原因可能是啊 那会儿的人不愿意提及这个神呢 掀了的事 所以啊 这牌子就没挂 可是自打我机事开始啊 这四神词就在这儿 就有这三个字 我当时是怎么认为的 我当时认为这四仙词啊 风雨雷电 是一个祈求好天气 风调雨顺的地儿 其实我这么想啊 他也没错 关键 他这个是玉花园吗 全是花花草草的 肯定是啊 长木甘林的好 其实啊 也不是没忘了一个萨满教 以及这个民间的神怪传说上想 可是一琢磨呢 又不对 因为谁家没有老人啊 奶奶啊 姥姥呀 您包括我听这故事啊 最远能捣捣我老祖 就是我爸爸的奶奶呀 那谁家老太太 不愿意给孩子讲这故事呢 一呢 是吓唬吓唬啊 这孩子老是听话 二呢 他也没有别的故事可跟你讲 您像呢 我们小时候知道的 这个仙家门都是什么呢 胡黄百柳黑 也有叫 胡黄百柳黑的 这些大仙爷呀 都是自然崇拜当中的一些小精灵 后来呀 我才知道 萨满教最初崇拜的 应该是四大仙 胡黄长莽 至于这老四外侍什么呀 哎 您一看名字 您就能知道 咱们在这儿 不过多的解释 这万一被和谐了 就是又白干了 哎 这一下子 就和这个紫禁城 玉花园里边的四神词 不对上了吗 您瞧这皇宫大内呀 竟然能够供奉这种小精灵的老仙 那足以兼得呀 这萨满教在满族人心目当中的地位 哎 到这儿就行了 不懂啊 咱也不光更深了 瞎说 这好家伙的嘞 这一句话讲错了 老仙爷拿我头疼 那了不得了 那就 接下来这时间段啊 那我给您讲一个 这北京城里闹狐仙的故事 在哪啊 中古楼 一提中古楼啊 这泛指这个地区 不过呢 这回咱们讲的呀 主要是在古楼上 咱们都知道啊 这中古楼啊 这是古代的这个北京城爆石的地方 敲几钟打几鼓呢 肯定是有规矩的 说呀 这个每到定更天 也就是每天啊 这十九点到二十一点的时候 这个直视耕夫啊 登上中古楼 是先机鼓 后敲钟 然后啊 这街上啊 步兵统领衙门的人 就上街了 哎 这叫什么呀 叫静街 您想那会儿又没有电 这正常劳作的人呢 这会儿按理说 也应该休息了 这每天啊 敲完定更鼓以后啊 这丝锤的耕夫啊 那惹定啊 是把这个鼓锤啊 顺手 往这个身后一扔 爱扔哪扔哪 只要您不从这窗户扔出去就行 可是您到了第二天早晨一看呢 这鼓锤啊 惹定是规规矩矩的 摆在大鼓前的木架上 您要是敲完定灯鼓以后 就把这鼓棒锤 规规矩矩放在木架上啊 那第二天这鼓锤 您肯定是找不着 那这是为什么呀 有人说呀 这就是胡贤爷 他显了圣了 您听见呀 这中古楼上啊 有敲鼓有壮钟 那是人间暴石 这仙家呢 得靠这胡仙爷呀 打鼓暴石 哎 这个鼓您是听不见的 只有老神仙才能听得见的 所以说这庚夫打完呢 胡仙伦班 这撕锤的胡仙呢 打完了这鼓以后啊 就把这鼓锤 规规矩矩的给您放回去 您这庚夫啊 要是把这个鼓锤 放好 规规矩矩的 就证明啊 今天的鼓已经全打完了 无形中您就剥夺了 这个仙家暴石的权力 所以说这撕锤的胡仙呢 就故意跟你捣乱 把这鼓锤啊 就给你藏起来了 那有人说 这事是真的吗 哎 是真的吗呀 那您要是信了 这钟楼里边 祝钟娘娘的故事啊 这事 您也不妨信一信 它有没有的 乐呵乐呵得了 我是给您讲故事的 昆仑流石 您要是喜欢我的频道啊 还请您关注 点赞并转发 因为您的支持啊 是我每天挨着 给您讲故事的唯一动力 得嘞 咱们呀明儿见 点赞并转发